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飞红影下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刚刚我们读的这首《天静沙秋》是一首小令 小令呢是圆曲的一首 圆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种文学样式 就像唐代盛行诗歌 诵代流行诵词一样 圆曲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学形式 在以后的学习中啊 我们也会经常接触到 圆曲呢 分为两种文体 一种是散曲 包括我们今天学到的这种小令和代过曲以及套数 第二种啊 叫剧曲 适用于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曲文 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看表演之前准备的剧本了 在上面写上各个角色的唱词和对白 还有该做什么动作等等 散曲呢 则只是用作清唱时候的歌词 小令又叫叶尔 很短小 通常啊 只是一首独立的曲子 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词很像 多多猜小朋友现在一定是在想 古时候的人们真有智慧呀 只是圆曲一种文体就能分出这么多种样式来 所以啊 多多了解和学习诗歌 以及其他的国学作品感觉是非常有趣的 你觉得呢 就像词有词排名一样 曲啊 也有曲排名 这个天静沙就是咱们今天学习的这首小令的曲排名 那么秋这个字呢 就是这首原曲的题目了 我们一起再读读题目 注意中间的小黑点要停顿好 这首原曲的作者名叫白璞 白色的白 朴实的璞 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 杂剧家 他的一生啊 先后经历了金王朝和南宋的灭亡 后来在蒙古的统治下 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 又因为早年在战乱中和母亲失散 使他常常感到为统治者卖命的可悲 因此啊 他就放弃了官职 四处游历 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他和关汉清 马志远 郑光祖 并称为原杂剧四大家 我们来看看这首原曲的意思 看看作者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秋景图 前两句孤村落日残霞 青烟老树寒鸭 意思是说太阳啊渐渐西沉了 天边的晚霞呢 也一点一点的消散了 只残留下了有几分暗淡的色彩 映照着远处安静的村庄 显得是那么的孤寂 那么的落寞 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吹烟淡淡的飘起 几只乌鸦停在弯曲的老树上 时不时啊 发出几声令人心寒的啼叫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朗读这两句呢 对了 语气和语调啊 要低沉缓慢 那我们就试着读一下 孤村落日残霞 前两句作者描绘出了一幅 萧瑟清冷的秋景图 这个时候 一点飞红影下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 突然掠过了一支大雁飞向了地面 映着夕阳的余晖 一个黑色的雁影在天空中急迟而下 这一句啊 读的时候要稍微加快点语速 显示出大雁飞行的速度之快 后两句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顺着大雁的影子远远看去 山清水秀 再往近处看 霜白的小草 火红的枫叶 金黄的菊花 在风中一起摇摆着 真是好一派秋天苍凉而又瑰丽的美景啊 这一句 作者的心情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 因为看到了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读这两句的时候 我们要读出豁然开朗的感觉 读出这种无限的生机和乐观向上的情绪 小朋友 你想一想 你见过的秋天有多少种颜色呀 而作者笔下的秋天 却有这么多的颜色 青草和叶子的绿色 还有花的白色 黄色 红色 五彩斑斓啊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 而且呀 作者明明是写秋天的景色 可你在整篇曲子里 有找到过一个秋字吗 没有吧 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了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那我们就在一起把这首优美的圆曲 朗读一遍 天静沙 秋 白浦 天静沙 秋 白浦 孤村 孤村落日残霞 孤村落日残霞 清烟老树寒鸭 清烟老树寒鸭 一点飞红影下 一点飞红影下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会了原曲 天静沙 秋 同时呢 我们还学到了一个常用的汉字 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象形文字 是不是很有趣呀 蚕字呢 有四个意思 分别是不完整的 快完的 剩下的 伤害是不完整 还有凶恶 在今天这首诗里呢 蚕是快完的 快要消散的意思 常用的词语有 残阳 我们用它来造一个句子吧 黄昏的乡村小道上 铺满了细碎的 残阳 好了 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 就到这里了 利用 火入下官方法 就会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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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感谢观看